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金钱的心理学 在这里介绍几条关于金钱的心理知识 我们首先要知道 财务成功并不需要高水平的教育 数学知识或超凡的智力 而是需要有清晰的思考金钱的能力 第一,没有人是疯子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活经历 这些经历会塑造他们对金钱的看法 在这里需要强调 不同的金钱观并不意味着 某人是非理性的或疯狂的 例如,一个在成长过程中 看到股市不稳定的人可能会更不愿意投资 而其他人则可能认为股票是实现财务增长的一条途径 增长环境不同 会造成对金钱的看法不同 这是很难改变的 第二,运气很重要 这里有两点要强调 首先,运气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比尔·盖茨创建微软不仅是因为他非常聪明 还因为他在1968年就参加了 世界上少数级所有电脑的学校之一的一个特殊团体 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运气 他可能不会创办微软 其次,我们必须避免模仿那些百万分之一的故事 故事离正常的越远 运气成分的可能性就越大 相反,我们应该从已经多次产生成功的模式中学习 此外,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运气和风险 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错误归咎于运气 而把别人的错误归咎于无能 但这阻止了我们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同样,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成功都看作是好决策的结果 一个投资者可能做出一个有80%成功率的决定 结果因为失败而受到不公平的批评 反过来看,有人可能做出一个有80%失败率的决定 但却运气好,受到赞扬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决策会有各种后果 而不是总是能够成功预测一切 第三,学会知足 没有做到这一点 你几乎不可能在财务上找到平衡 许多人永远不满足 不管他们赚多少钱,都想要更多 这不仅仅适用于金钱 这种不断追求的行为可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风险 因为想要更多,一些已经创造了数百万利润的公司可能会走上危险的道路 并因非法活动而倒闭 没有理由冒着失去我们所拥有和所需要的东西的风险 去追求我们所没有和不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懂得知足 我们就可以比一个赚更多需要更多才能满足的人更富有 第四,真正的财富是看不见的 真正的财富不是你在街上看到的昂贵汽车 而是没有花掉并投资或储蓄起来的钱 我们经常羡慕别人的财富 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财富在于能够用更少的钱过上舒适的生活 并投资剩下的部分 富有更多是关于看不见的东西 储蓄和投资 而不是炫耀财富 所以真正的富有和看起来富有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 有些人可能过着奢华的生活 同时财务上却负债累累 另一方面 真正富有的人可能选择不展示他们的财富 过着朴素的生活 真正的财务安全来自于积累资产 而不是在可见的消费品上花钱 第五 耐心至关重要 耐心是投资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一种美德 重大成果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 成功的投资需要时间和一贯性 通过保持长期的投资思维方式 可以克服市场波动 并利用富力效应使投资得以指数增长 第六 控制情绪 基于情绪做出的金融决策可能是危险的 由于恐惧而在市场下跌时出售股票 或者由于贪婪而在市场高涨时购买股票 这是很常见的 请保持冷静并遵循旅新的投资计划 对于长期的财务成功至关重要 第七 财务教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学习个人理财和投资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金融世界在不断变化 持续学习和更新是很重要的 寻求知识 阅读书籍 观看视频 并关注新的趋势和策略 可以帮助你不断提高自己的财务状况 第八 避免比较 将自己的财务状况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可能是有害的 每个人的财务旅程都是独特的 存在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专注于自己的进步和目标比担心别人在做什么更有成效 第九 多样化是关键 投资于不同类型的资产对于降低风险至关重要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股票 债券 房地产和其他类型的投资之间实现多样化 可以保护你的投资组合免售单一行业或资产的重大损失 第十 专注于长期 可持续的财务成功来自于长期的思维方式 短期投资可能看起来很诱人 但他们更加风险和不可预测 保持长期的投资视野 可以让你享受复利增长 并减少市场波动的影响 这些关于金钱的心理学 是可以帮助任何人更加理性和平和地 思考金钱问题的基本原则 无论他们的知识水平或金融技能如何 所以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一定能够做到这些 祝你早日实现财务自由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观看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给你一些理财和投资的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